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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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的就是Gordon 另外这位就是阿聪 那为什么我会认识他们呢 因为话说呢 我有一次在我朋友的咖啡店喝咖啡 那其实我个人很低调的 你们知道的吧 你们知道的 我个人很低调的 我看到这两个小孩在那间店聊天 即是在拍摄 即是第一次你相见的时候 他就在自己拍摄 他就想了解一下我朋友的店 喝点啡 给一些意见 拍片 即是不是他们的店 是你拍摄的店 是的 那我就觉得这些小孩在拍什么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他们 原来他们有一个IDK的频道 就是专讲咖啡的 是 那大家现在都可以follow 他们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已经follow了 是的 大家可以跟着这条link去 那我就发现了 哇他们很有心 那又有心到来就是 哇 薄薄脆的 叔叔最喜欢的 哈哈哈 这是你心底话 不是 放心 叔叔不会吃你们 是的 叔叔只是觉得年轻有为 我就最喜欢支持年轻有为的小朋友 所以你就认识了他们两位 是的 那我认识了他们之后 发觉他们这么有心 想把咖啡文化 推广多些香港人喜欢和认识 我觉得呢 要给多些人认识 是不是 那我问一下你们 其实你们一开始设计这条channel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 或者有些人有目的 有些可能拍自己的flaw 你们本身设计这个channel 就是希望推动这个咖啡文化 是不是 阿聪你先说 哦 其实都是推广咖啡文化为主 因为其实 在香港这个咖啡文化 这行的人 他们有少少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咦 什么意思 就是他认为 其实咖啡师是一个 比较有型的存在 更加有控盘师 是一个神的存在 那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香港不可以像台湾那样呢 有些阿叔 有些 有些 不是 不是 很大胆 但是 我喜欢 他直接 我喜欢 有些阿叔 他很自然动作 你下次有些阿叔可以自这边 有些阿叔 是 他右手 他右手 我是拍完 我还是不喝威士忌 好 有些阿叔是怎么样 他们会讲一些咖啡经 是 他们其实 他们很喜欢分享 是 没错 一条片可能十几分钟 其实对香港人来说 很长的 是 甚至乎20分钟 没有字幕的 是 我也有看过 是 他们会讲咖啡经 就是认识一只猫 然后是谁 就是一直玩 然后一直说 其实我这边要磨豆 就是磨了给你看 他不会有快镜 嗯 但是我自己会慢慢看完整条片 是 是 那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文化 可不可以 慢一点 是 所以我决定拍这片 是 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 譬如咖啡豆 红梅斯也好 咖啡丝也好 是 我觉得未必是放不下 伸段 因为我觉得呢 阿叔要帮你包一点点 是 我想是因为香港人 很多时候是很被动的 就是很内念的 加上如果喜欢这个职业 或者是在做这个职业的人 其实 不要叫我说那么多 我想 因为他们分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可能 譬如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拍剧 就做一个咖啡师 很容易 是呀 完全没有那些气质 有 留意阿叔 留素就会有 但是那一次呢 我去参考的时候 就是去看一些恐怖师的时候 他们的而且确 他们的那个专有技术 是他们会有的 但是你叫他去present 就是有点像主持和介绍 他觉得就没有那些需要 因为他纯粹喝咖啡 但是你台湾人本身是很好客 就是他们很喜欢聊天 很喜欢吹水 其实我们很喜欢跟台湾人 所以我都说 跟你去吧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又不是蔡英文 你没有权不让我去的 但是你现在的条例 你没有亲戚 除了我之外 但我的大量性关系在台湾 我觉得他们这个感觉挺好的 而且台湾是流行有一个 叫做漫活文化 就是香港没有的 台湾很多 我看到你们的频道 我那次在店铺看到你们做的时候 刚开始起步 是啊 我看到这几个月起步都很好 那些followers的人数增加得挺好 满不满意呢?Gordon 店主 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 那就当然了 他真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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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希望多一点 我只是打工 哈哈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拍摄 应该是大约八月左右 我当初在八月头 其实设过目标给自己 是八月尾就要到1000的subscribe 但是最后去到10月尾才是1000 就是大概两个月左右 就是再多两个月左右 不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有其他东西忙 我又会帮朋友去开店 就是我在开BeeCoffee之前 我是帮朋友去开一间店 都是咖啡店 都是咖啡店 是的 就是一个人做 就帮他去做一个startup 之后他现在就自己继续在那里做 你很厉害 那么厉害 现在小孩23岁 懂得帮人开店 他还是帮人startup 就是初创公司的朋友 其实很简单 你可不可以帮我开我的公司 你都知道我现在开些什么 咖啡公司 哈哈哈 是broadcaster公司 哈哈哈 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开第二间分店 香港儿童才学院 哈哈哈 但是我想问 你那次帮人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 初创业 你始终拿着自己的资金 你拿着自己的 所有自己的资金 你控制能力好一点 或者我突然想多个杯 这边想多张椅子 是容易的 但是你帮人的时候 你某程度上 是要看我的老板 就是你变成了 他是你老板 或者你帮他 你究竟是以一个 就是那个身份很难 因为你究竟是以一个 老板的身份 还是以一个 我帮你创业 那你说什么 我就帮你尽量做 是的 老板的老板 你是哪种呢 偏向第二种 就是他想要什么 我尽量给出来 但是同时我都可以 加多一点自己的意见 是的 然后就说服他们 去到 有点跟回我的想法去做 都会有这些元素 对了 说到你这一部分 不如说 其实你为何23岁 会是咖啡店主呢 为什么你妒忌 是的 当然 就是 你是 你做咖啡师 起家 还是怎么样的 是的 故事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由 接触咖啡开始 大约是 在这个 刚入阿蘇 中学完了 读阿蘇 就是part time 做咖啡师 做了一年两年 差不多的part time 咖啡师 之后 机缘巧合之下 我最大的姐姐就说 不如出来开店吧 你又喜欢玩咖啡 是的 最初都是上了一间 净咖啡的coffee shop 是的 但是奈何 在租金的压力之下 最后是一间餐厅 是的 就很多很多食物 重点都是在食物那里 但我想问 你从小到大 譬如你说 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就是part time 做咖啡商店 是的 你是很喜欢 就是闻那股香味 还是 没有啊 有钱就找咖啡 哪一种 本来是那种 闻那种香味 很吸引 是的 而且整天玩的过程 又是觉得 又很帅啊 而来 冲到那杯东西好喝 你又会觉得 很开心 很有满足感 是很多方面的东西 令到我 更加喜欢 想做下去 将它成为一个 正职职业 是的 那最后就开了那间餐厅 是的 开了那间先的 之后就 想跳出来拍片 之后就 离开了一个 full time的职位 可能久不久会回去帮忙 是的 后来就是 刚好我朋友 又叫我 喂 帮他开那间店 是的 开完那间店 之后 跳出来 那我自己有些什么做呢 那我就在想 不如就开店 是的 就是这样 不过也好的 因为有些 如果你是第一下 就已经开店 可能会撞很多板 是的 但是你经过开餐厅 你又开始认识 原来一间 咖啡店也好 或者一间店的营运 原来要顾及 可能顾客啊 或者地段等等的东西 那你在家里 拿了这个经验之后 你再帮人 start up 这间公司的时候 可能有看到 原来人家开的时候 有些成本 所谓的 你更了解 那其实都是好事 但是我们的透明度很高 坦白说 一个小孩 23岁要床 他不是说有多少钱 是的 很多人会问你 那你的资金何来呢 借钱 是的 要借钱 要借钱 那 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下去 但是价值呢 会不会先在家里帮忙 还是怎样 问家人借 其实我本身就是 打算问银行借之类 但是既然家人借到 那就问家人 因为你不用被息 手组会少很多 对 对 还有我想 我平时会看很多书 可能会看到一些 穷爸爸 富爸爸等等 那类东西 他都是会教一些 你怎样花钱的概念 就是一开始借了那块钱 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就会有钱回来 但是相比起你 很辛苦去存一块钱回来 那个速度是来得快很多 当然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我觉得很好 因为 譬如多数呢 家人呢 可能平时就算 怎样关系一般 就是不去到差的时候 多数如果你真的 有一个创业的心 而你有诚意的话 家人看到 譬如刚才他说 其实我看书 我不是说拿钱来 你这么拼 借了你买了很多 自己娱乐上面的东西 他这么有目标 我想他家人一定会支持 但是你开了多久 现在新匯度那里 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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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如何呢 感觉都 不错 一开始可能没有太多人认识的 但是累积了下来 近这个月就 开始有些回头客 是的 他们又会再介绍多些朋友 那就越来越好 是不是做到你的目标 因为呢 刚才他说 他第一间的时候 是因为家人觉得 喂 不可以单靠咖啡 即是 怎样都要添置一些食物 但是到你自己居住 你 因为刚才你就是说 喂 那经济是一个压力 租金来的 那你是如何平衡 你现在这一间 是可以做到 只是咖啡呢 还是你开始都不是 未来呢 我就会请个大厨 在那里炒店 因为他很聪明 他租了一间 是很小的 只是做了咖啡 但是很贵的 但是 会有很多的支持 就是我们会有拍片 然后可能和很多Foodie合作 那他们的宣传也是 很好的一个宣传 真的 23岁 那时候我们一斤饭 就是会做节目 是 一团团 到现在都是一团团 哈哈哈 你好些 你开始做生意 但我做四十多才会做生意 迟了他们20年 但是在当中一定有困难 你虽然在钱费上面 都叫家人帮助你 但是你在开这间店 到自己 在自己的那间 面对什么问题呢 你很纯畅 真的 偏向纯畅 是的 困难的地方 就是可能你 一个星期才可以 一天假 然后那一天假 你还是要做回店 可能你要 买其他 零食的东西 因为我的店很小 你现在没有很请人 暂时都是一个人 所以早上又是他 下午又是他 你也知道 买咖啡早上又是他 早上又是他 你也知道 有一次 约他们开会 他说 不如你10点 我还没醒 哈哈哈 所以你就不开不了店 人家那些8点多 我想 正常一店要8点多 是啊 没有我开10点 我也是 你那边开10点都可以的 如果 假设 我妈妈以前是做早餐的 都是很够的 早餐 她是4点多 5点就要开始 要回去吃东西 是的 你要准备很多东西 其实你说你10点多 你想要做午餐那些 都已经是做午餐 是的 因为正常你10点多 要开始回去准备 开店 因为我自己也开过 小型的咖啡店 楼上咖啡 是不是台湾 不是香港 是的 是的 我忘记了 我可否尊重你的partner 我忘记了 那家是咖啡店 不是餐厅吗 是咖啡店 对不起 太久忘记了 阿叔 是的 我只记得你现在好 就行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算不算 达成你一半多的梦想 即是你自己的Dream 不是Dream House 是Dream Shop 都有一半 有一半 不多不少 只有一半 你会不会很快开第二间的 呃 没钱 哈哈哈 要问银行者 金融很厉害 要问银行者 拿银行 哇 哇 哇 喂 喂 他停了很久没有说话 第一个就是 哇 哈哈哈 神經病 哈哈哈 他第二把就走了 哈哈哈 他收到这个帽子 哈哈 哈哈哈 失业贷款计划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你是想着 其实欠过一半是什么呢 你说你得一半 欠过一半就是 太少人了 太少客人 可以再多些 很好啊 就是他有这个 因为有些人呢 我经常听人来说呢 如果作为一个老板呢 你要很渴求 嗯 就是你不可以那么快 就安于现象 是啊 很厉害 是啊 因为我说了一点 新匯道在哪里 銅鑼湾 大家可以搜索都会知道的 但是简单一点 就是新匯道就是 利远 对外有几条小路 其中一条行就是新匯道 新匯道那里 有一间 很出名很多年的车行 他们的位置 就是在小巴站 下车 上车的位置 那个位置 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旁边是私房赛 很多年了 是 另外就是类似那些 类似那些 高级的东西 都是车行 好像是 他们现在的位置 选了很多小铺 给他们 所以给一些新经营者 你们后面有一间 小店咖啡店 在那个商场上 还是他 哦 是啊 不要那么夸张 不是 他爸爸 李嘉诚 哈哈哈哈 又是他 这样 我预祝你 继续努力 而且成功很快 没问题 第二第三间 我们计算一下 有机会 有机会 没那么快 好 我们现在本身只有三千多元 今晚吃完 就没有了 如果想出售企业 可以找我们一起 去谈的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找他 是啊 是啊 我要再找人 哈哈哈 但我觉得 不是的 有时候跟年轻人合作是好的 是的 譬如今次这个Line Up 我觉得真的有趣 是啊 那我们下一段更有趣 了解一下 咖啡豆和梅斯的工作 很帅 我们下一集 一样叫他们亲身示范 好 稍后见 回vard 都好 送了 我送了 你 帮忙 帮忙 帮忙